蔡英零国年期间阴肠胃炎,导致免离异系统下降,进而感染带状炮者病毒。 资料照及时新闻中和报道,先后蔡英零国年期间阴肠胃炎,导致免离异系统下降,进而感染带状炮者病毒,在眼睁处出现红疹,肿胀,让她在大年初二直奔医院,熟知内情的医生指出,幸好蔡英零即早治疗,否则病毒跑到眼睛后果不堪设想。 蔡英零日前贴出病后的照片,翻设自iTagram时报中刊报道,蔡英零事前往台大医院内科病房VIP,院方采高规格对待,对所有事情都严加保密,病例一律都锁起来,就连想要去探望蔡英零的友人,也无法得到相关资讯。 这次蔡英零住院,由家医科负责诊治,麻醉科和神经科也加入医疗团队,一名熟知内情的医生透露,幸好蔡英零发现得早,在黄金期十二小时内注射抗病毒药物,否则病毒跑到眼睛后果不堪设想。 面对带状抗疹病毒危险的程度,才大皮肤科采成方解释,眼中感染带状抗疹,出气症状会有全身卷带,头痛,眼中皮肤红肿热痛,大概三到四天出现红疹,之后会变水泡,在出现红疹前,必须赶紧治疗, 才能减轻病情,并缩短疗程,蔡成方提醒,一旦眼睛受到感染,严重的话会有葡萄膜炎,是神经炎,急性失望膜坏死,影响势力,对于台大医院组成医疗团队为蔡英零治疗,其经纪人王永良表示, 谢谢大家关心,也谢谢台大医疗团队的照料,之后蔡英零会好好照顾自己。